宝贝你有打过架吗 你知道打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打架到底有什么用呢 今天跟小易一起来学习关于打架的知识吧 打架的艺术 文 意大利 大卫 卡利 图 法 塞尔日 布洛克 意 梅斯凡 下课啦 今天的下课时间和每天一样 打架咯 小朋友们都开始打架了 打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从有人类的那一天起 世上就有了打架 就算不知道第一次打架的人长什么样子 大家也一定猜得到 那两个家伙打架的原因 第一场各说各话的打架 发生在公元前一百万年 哇 这么久远 两个人打架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我的长毛象 不 是我的 两个人因为一头长毛象打起来咯 随着时间过去 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可是在打架这件事情上 却一点也没变 人们总是因为意见不合 打起来 只不过每次不合的原因 不一样而已 这两个小朋友因为一只笔打起来了 也跟说 那只笔竟然有四种颜色 给我看 另外一个小朋友则不想给他看 两个人拳头钻紧 牙根咬紧 眼神凶恶 拳头举钢 看来一场打架风波又开始了哟 打架到底有什么用 打架的好处多多 尤其对身体好极啦 比如 活动手臂的关节 伸展腿上的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 充饱肺部氧气 打架原来有这么多作用啊 测试胃的承受度 两个小朋友打起来了 另外一个把他的胃勒得紧紧的 哇 以及裤子的松紧度 痛痛快快打一场架 相当于做了一次全身锻炼 就不需要上健身房呢 打架是怎么起头的 通常什么都还来不及说 就已经打起来了 根本不可能弄清楚原因 有时只是一个不对劲的眼神 或小动作 哼 哼 两个人斜眼看着对方 眼神不爽 坏念头升起 想做坏的事情 宝贝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 打架有些不同的类型 一 不对等的打架 大块头对小个子 宝贝猜猜看 哪个会赢 二 不公平的打架 三个对一个 这两种打法 实在太差劲了 大家喜欢的打架是 个头相当 体重相等 人数相同 这样子才公平嘛 爸爸妈妈总是说 只有顽皮 不听话的小孩 才会动手动脚 嗯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可是 他们去看你打球时 当敌对的大个子向你跑过来 他们就会释出浑身力气大喊 快跑 快跑 冲啊 压住他 你爸 怎么了 激动成这样 打橄榄球 也会动 动手动脚哦 那 只有顽皮 不听话的小孩 才会动手动脚 这句话 是对的吗 大人 也会打架吗 当然会 只是打法不太一样 这不是真的打架 而是一种娱乐大家的运动 这是什么运动 宝贝快看 我是摔跤比赛哦 至于这种 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啦 哇 好多人坐着坦克 拖着导弹 还拿着枪 这就真正不是玩笑啦 打架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的打架 是一场游戏 但如果是为了仇恨打起来 就完全不是游戏啦 天上有战机在飞 地上有坦克 嘟嘟嘟嘟嘟嘟 那么还拿着枪 啪啪啪啪啪 这就不是打架啦 真正的打架 不需要原因 有时候只是为了好玩 或是为了某个很重要的理由 比如 为什么不借我四色鼻 女生会不会打架 答案当然是不会 大家都知道 女生对打架完全不行 她们怕弄脏裙子 是不是女孩 打架不是你们的强项 小男孩 小男孩说 好吧 有些时候 虽然可能心非常小 女生也会打架 甚至还蛮有天分的 女孩走追上去 啪啪啪啪啪 啊 小男孩 打不过女生啊 好吧好吧 你们非常有天分 哎哟 宝贝 你身边有没有打架 很有天分的女生啊 大家要几个人参加 没有特定的人数 重点是两边人数相当 开始是一对一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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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也可以加入很多人 现在打架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打架会持续多久 谁都不知道 通常是太阳下山 就不打了 明天见 明天见 大家可以约好 明天继续 打架 只要一开始 就停不下来 除非听到这些 有魔法的句子 吃饭了 小心 老师来了 走开 沙子跑到我的眼睛里了 通通不许动 我的妖怪手表 掉到地上了 听到这些 有魔法的句子 打架 打架通常就会停下来哦 关于打架 大人总是喜欢问 没有答案的问题 谁 起的头 打架起头 到底是这些人当中的谁呢 谁 谁也不说自己 你们为什么要打架 那这两个小男孩 为什么打架呢 他们也想不起来啦 打完一场痛快的架以后 身上 身上总有些伤疤或红肿 那是跟朋友炫耀的最好战绩 要是朋友 没打这场架 那就更好了 你可以好好夸大一番 这个小男孩 眼睛乌青 鼻子肿大 耳朵擦伤 脸颊破皮 衣服稀烂 裤子也被撕破啦 这就是他的战绩啦 宝贝 你觉得他这样子酷吗 不过 还是要注意 如果太夸张 朋友 一定 不会相信的 小男孩吹嘘道 我 左手抓十个 右手抓十个 宝贝 你觉得这样子 夸不夸张啊 另外一个小朋友 表示很怀疑 那 你眼睛的乌青 是谁干的 就一眨眼的功夫 那家伙 趁我 两只手 都忙着 且 乱说一通 大骗子 打架 可以赢到什么 大多数时候 什么 都没有 或是说 几乎 什么 都没有 当你仔细 看看打架 迎来的东西 好像 突然 就没什么 价值了 给我看 又怎么样啊 就这个 打架 迎来的东西 真的会给自己 带来快乐吗 哦 你要把笔还了呀 所以 算我赢咯 我是 打架冠军 嘿嘿嘿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宝贝 如果你和小朋友 产生了矛盾 你觉得 可以通过 打架 来解决吗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 订阅我哦